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脑补军 今天咱们不谈天体知识,也不涉及物理学中晦涩难懂的理论 而是一起来观赏至今为止,哈勃望远镜拍到的星空照片 1990年4月24日,发现号航天飞机带着哈勃望远镜进入太空 一直到第二天,宇航员才成功把哈勃望远镜放入了太空轨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把天文望远镜架设到太空中 而此次任务的成功,也打开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新视角 30年来,他观测到的一切改变了所有人对于宇宙的看法 很难想象,在漆黑茫茫的星空深处,会有这些绚丽的存在 这是木星和他的卫星欧罗巴 拍摄这张照片时,他们距离地球6.51公里 得益于哈勃望远镜绝佳的观测条件 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木星上的大红斑 这是一场刮了几百年的风暴 除了形状已经改变,他的颜色比以前鲜艳了很多 这是哈勃望远镜在30周年拍摄的NJC2014和NJC2020 这两个星云距离我们16万3000光年 别看如此遥远,它们其实只是我们银河系的卫星星系 这是哈勃望远镜在25周年拍摄的韦斯特·龙德二号星团 这张照片运用了红外线和可见光的混合波段拍摄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色彩如此丰富的星团照片 这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创生之柱 这些棕色的柱状体都是星陈埃组成 在它们的周围有大量的气体云,才会反射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而在这些柱状体的内部,都是一颗颗在等待着诞生之日的幼年恒星 2011年4月20日,为了庆贺哈勃望远镜发射升空21周年 NASA的天文学家公布了一对相互作用的星系照片 为它庆生 这两个星系的外形,好似一朵美丽的玫瑰 被称为阿普273,ARP273 它们位于仙女座,距离地球大约三亿光年 当彼此穿越时,就形成了这一独特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这个叫做漩涡星系 下面这个叫做傍旋星系 这个星系有些气泡的感觉,就是爱因斯坦环 爱因斯坦曾经预言过超大质量的天体 会弯曲来自遥远星系的光线 从而形成引力透镜 而这个星系形成的弯曲环状结构 就是由于引力弯曲了背景星系才出现了如此奇观 这是夏普利斯2106恒星簇 它距离地球大约2000光年 呈现出它的美丽一面 这是一个充满灰尘和气体的恒星孕育地 并且形成一个壮观美丽的星云 看上去如同一个雪天使 这是恒星的诞生之地 NJC 3603 100万年前刚刚诞生的幼年恒星们 在这边区域里发光发热 本素拥在一片星际尘埃之中的它们 用自己的光和热 硬生生创造出属于它们的星际空间 NJC 922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螺旋星系 在过去三亿年前 一个较小的星系倾斜穿越星系盘面 导致星系等级的毁灭 星系的另一侧出现坍塌 这个碰撞毁灭的过程产生了盈利能量波 并引发新的恒星诞生 400年前 一颗恒星以EA类型超新星的形式爆炸 这个恒星位于距离地球 17万光年的大麦哲伦星云LMC 图中这个美丽的缓重超新星残骸 SNR 是由美国宇航局哈勃望远镜和钱德拉 X射线太空探测器观测到的 图中蓝色和绿色部分 记录了超新星加热周围气体的冲击波 这是气泡星云NJC7635 是位于我们八千光年之外的发射星云 发射星云可以辐射出不同颜色的电离气体云 星云的颜色取决于被电离的元素 星一般会表现为红色 而其他元素则会生成绿色和蓝色 这是位于蜘蛛星云深处的三菱剑鱼星座 它距离地球17万光年 三菱剑鱼星座是一个活跃的恒星诞生区域 在密集的灰尘和气体云中 孕育着数百万计的婴儿恒星 这是NJC3314星系团 它们实际上是两个星系重叠在一起 而不是发生碰撞的两个星系 它们与地球相隔数千万光年 从人类的观测角度 这两个星系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怪异的宇宙之舞 这是在新墨西哥州盛大射电望远镜的帮助下 它不望远镜观测到椭圆星系 五仙座A内核超大质量黑洞的超强能量 当活跃的黑洞搅动星系内核时 就会喷射出较大的气体流 延伸至太空深处 这幅令人感到窒息的照片 就是著名的马头星云 在茫茫的宇宙中 黑暗的尘埃和旋转的气体 构成了马的头部 就像一批在宇宙深空中奔腾的马头 因此它被科学家们命名为马头星云 得益于哈勃望远镜的数次升级 它所呈现的星云照片越来越清晰 为了庆祝哈勃望远镜23周岁 马头星云再一次出现在哈勃望远镜的任务之中 在这张照片中 哈勃望远镜运用了红外技术 让这张照片显示的区域超过了我们人类可见光的波长 要找到黑洞是件很难的事 它们的引力如此之强 即使光也无法从那里逃逸 使它们变得不可见 尽管目前我们还没有获得超大质量黑洞的真实图像 但这幅照片却抓拍到了两个黑洞在一起旋转 并朝宇宙释放出粒子喷流的情景 当两个星系合混合时 这些喷流会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行进 延伸数千光年 海山二 它是银河系中最大和最诡异的恒星系统之一 一直以来都让天文学家困惑不已 该系统由一对恒星构成 每颗恒星的质量都比太阳大很多 这些恒星还被混乱的巨大气体云团包围 其中一颗恒星巨大且不稳定 自19世纪以来 天文学家一直利用功能并不那么强大的望远镜 观测海山二的爆裂行为 直到哈勃太空望远镜出现 科学家们才得以看清海山二喷发形成的诸如星云的全貌 这张2012年公布出来的照片是其中最清晰的一张 科学家称这类喷发为伪超新星 因为它模仿了来自垂死恒星爆发的光线 但并未在此过程中摧毁自己 这张照片的内容太过丰富 很难就其中一点展开讨论 在这幅图片中 我们看到了位于一个星云内部的无数年轻恒星 NASA在声明中指出 这星云展示出了一幅由柱子、山脊、脊村庄组成的梦幻画卷 这些柱子由致密气体组成 这些气体是孕育星恒星的温床 这些柱子高达受光年 指向中央星团 围绕柱子的其他高致密区域 还包括气体和尘埃组成的红棕色细丝 当然哈勃望远镜拍到的照片还不止这些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这些照片 只是哈勃望远镜职业生涯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脑补君之后有机会 还会带给大家更多关于宇宙星空图片的分享 同时也感谢众多粉丝的支持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视频内容 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